8月21日,雄安新区安新县县院县委书记刘彦涛到任第二天,就将个人手机号对外公布16633398028。 8月20日上午,安新县召开全县领导各部大会,会上宣布省委决定,刘彦涛任安新县委书记,杨宝插条保定任职,刘彦涛生于1970年3月,河北百姓人,此前任清和县委书记,兼任清和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,长安街知识微信ID,capitalus注意到,刘彦涛公布手机号码, 是雄安新区信息直通车,工作的一部分,此前,为提高行政效率,给新区人民群众做好大服务。 雄安新区创新工作方式,建立了,信息直通车。 雄安新区管委会和三线主要负责人,都对外公布手机号码,具体如下。 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,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林,13903326618雄县县委书记万数军,13931386588雄县县,长阳岳峰,1393322555荣县县县委书记少少福,13831299222荣县县县长王战荣,18803120189安新县县县委书记刘彦涛, 16633398028安新县县县县县县,1380328558雄安新区公安局局长安增齐,19933339916雄安新区公安局行政支队负责人梦,智庚,17192996166安新县县县县县长,公安局局长杨立文,18233296699雄县县政府单组成员,公安局局长王兵杰,13233 20215887荣县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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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县 有记者拨打了李静的号码,电话在拨通后并无人接听,随后,李静的秘书打来电话,趁书记正在开会不方便接听电话,看到有来电,立刻让秘书带起回电,书记说,可能是市民有问题要反应,下午五十三十九分,李静主动给记者发来短信,发清短信反应您的情况。 当记者表明来以后,毕竟通过短信回复,公布号码仅仅是一种工作方式,已经实施多年了,都习以为成了,今年六月,安徽省复南县县委书记崔黎,在接待群众来访时,现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,并说,你们小孩占不了学就找我,相关短视频被上传网络后,在朋友圈中刷屏, 获得广泛点赞,昨日,穷安心区官方也发出提醒,请人民群众在使用,信息直通车,是注意基点事项,包括,请手指短信大家向直通车反应问题时,请手指使用短信,尽量不要使用微信,因为把短信直接留下了手机号,码,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,可以很方便的与当事人联系, 有助于更快办理和解决问题,当事人在短信中最好留下单位和姓名,并对反应的问题进行简要概述,请大家放心,相关领导和部门,不会因为自处少而不认真受理, 所有的有效短信都会认真登记办理,并会通过核实调查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,请不要重复发送,多头发送,还有需要注意的是,有些群众反应情况时特别心急,存在重复发送,多头发送的现象, 其实这样做没必要,反应同一个问题,只要发一次就行了,无论发给哪位领导,他们都会认真对待,及时处理,需要说明的是,直通车信息量很大,办理需要区分群众缓急,也需要有一个过程, 这一点请大家理解,请别发问候语,客套话再有,信息直通车是广大群众反应问题,建言献策的直接渠道,一些问候语,客套话就别往上发了,无效的信息减少了,办理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,来源,成案发布,成案件文等。